这是9月22号当晚 大雨造成金融多处出现积淹水的灾情 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为此特别召开记者会 质疑金融市政府相关防灾工作没有落实 请问当时的谢国阳市长究竟在做什么呢 那我们今天早上去了解之后发现 其实里长们并没有收到市府的任何指示 例如说要发沙包或者是通知我们的市民朋友 应该要做好防灾的准备等等 都没有这样子的讯息出来 那我们的谢国阳市长在昨天晚上又有发布一个影片 要求大家要注意安全 那想要请问我们的防灾应变指挥中心 究竟当时开会的内容是什么 决议是什么 我们又为这次的淹水灾害灾情的预防 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那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的这个里长们有反映 这次淹水的地段都是已经很久没有淹水的地方 那究竟为什么会淹水 未来要如何预防跟改善因应 那在改善淹水之后 其实现在最紧急的是 我们现在遇到灾情的市民 他们到底有没有办法申请到淹水的救助 这个时候没有发现有任何的人呢 能够到淹水的地方来进行交通指挥 导致有某个部分淹水的地区 造成了这个车辆通行呢 已经受阻 这时候很想要问一下 基隆市政府他的应变措施为何 昨天发现了公务处处长一个人 在路上做巡检 但是只是公务处处长一个人在路上做巡检 这样子的量能够应付全市这么重大的雨灾吗 6点的时候我们的灾害因面中心已经是三级开设 那我们想请问谢国梁市长 昨天一整晚你在干嘛 淹水的时候为什么没看到你的人呢 为什么 我就请问谢国梁市长你睡着了吗 我们看到的是市长可以在网路上面拍摄影片 跟大家提醒要防灾 但是实际上我们却没有看到市府的人员 或是有做任何相关的准备工作 我们看到像是南荣路 像是安一路 像是西定路 这些我们几乎可以判定 如果有陶大雨的话 几乎无法幸免的这些区域 没有做任何事前的相关的预备措施 所以我们才遇到了这个晚上 我们就出现淹水情况 所以我们觉得谢国梁市府 不是只是在其他方面的市政慢半拍 就连在灾难的危机处理上 也是慢了好几拍 另外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 也持续针对AR恐龙生态园区 委托开发设计标案 与动案商场委外经营案 分别提出质疑 其中针对AR园区 市议员周文廷表示 已经正式提出检举函 要求金融市政府 依法紧速拆除这项大违建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和外科自己人和大返年的 决定新据 决定一新据 确定 поговор 自己投票